同樣海馬斯系統 那麼一個桶大概中六枚 他給的是射程七八十公里 大概七十公里左右的這個火箭炮 但你要知道本來連火箭炮都不給了 為什麼因為怕你去打那個俄羅斯啊 雖然射程七十公里 但是如果在哈爾可夫 也不過距離俄羅斯邊界三十五公里啊 他從哈爾可夫一發射就進了俄羅斯啦 還要哲倫斯基拒絕保證 絕對不把海馬斯的火箭炮打進去俄羅斯 因為這樣 所以現在已經立刻 美國已經宣布撥了四量 四量的這個什麼 海馬斯的火箭炮已經進去了 已經撥進去了 重點不在於他撥四量 重點在後面的火箭炮有多少 源源不斷如果火箭炮 火箭炮二十秒 全部打完了 打完就跑了 所以呢他不在乎你會反擊啊 可問題是他一下去去就沒了 他雖然他的殺傷力很大 但他消耗力也很快嘛 所以美國到底要提供多少的火箭炮給他用 如果源源不斷提供我的天啊 他俄羅斯完蛋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打帶跑 他成為一個不是點的打擊 是一個滅的殲滅啊 他一次出去是整個足球場這麼可怕 所以你要知道 站在俄羅斯已經說了 他不相信哲倫斯基說的說不會打到俄羅斯的領土 所以你現在看 哲倫斯基也不相信俄國啊 去虐別人的人 怕人家的火箭炮打到你的領土嘛 所以其實俄羅斯 我跟你講他就是一種虛張紳士 就是因為他無能為力的 我們不惜一戰 你敢去打波蘭嗎 你敢跟北約為敵嗎 你有那本事嗎 從什麼地方看得出來 各位今天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在進行軍演 因為月底的時候 美國為首的這個環太平洋軍演即將展開 他40幾艘的軍艦 20幾架的飛機直升機 就在太平洋這個地方進行軍演 給錢人家看 你有本事你為什麼不到黑海去 你有本事為什麼不爭兵 不把你最棒的幫的精銳 調到去打烏克蘭 沒有辦法嘛 你的國土這麼大 他最精銳的部隊的陸軍 竟然最精銳而且最強大 竟然放在跟中共邊界的地方 所以你要知道嘛 今天傳來一個消息說 他們用S300去打烏克蘭的無人機 那真的是用大砲在打小鳥 精攻之鳥 S300是拿來打無人機的 絕對不合我說他們不合 這不可思議嘛 就讓我們的天空飛彈去打無人機 離譜嘛 對 可問題是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已經怕了 太怕了 現在烏克蘭正在做一件事 表面上講說我們挨兵對不對 交兵必敗俄羅斯 挨兵必勝烏克蘭 他現在烏克蘭不斷地在說 我們犧牲多少人 每天死多少人 然後我們的領土20倍拿走了 那現在這個敦巴斯的多慘又多慘 就在講這句話的同時 利爾松已經被他們 北部跟西北部拿下二十幾個城鎮 你要知道 只要烏克蘭把利爾松拿下來 克里米亞半島就自然跟脖子 全部被他掐在這個他身上 因為他這個克里米亞要用水 必須要透過利爾松嘛 另外還有個地方是關鍵中的關鍵 叫伊爾平 伊爾平就哈爾科夫跟 所謂的盧甘斯克的中間 這個地方現在俄羅斯掌控 如果他們現在正在攻烏克蘭 只要把伊爾平跟利爾松拿下來 我不客氣的說啦 盧甘斯克跟頓內斯克 從2014年開始 克里米亞戰爭開始 一直都是由親俄的民兵 講難聽一點 所謂親俄民兵更騙人的啦 那些真正的主力軍隊 都是俄羅斯的軍人啊 都已經在他的掌控之中 所以在你的掌控之中 我沒有辦法 我絕對沒有 再怎麼厲害都沒辦法 把他給你吞回去啦 你知道嗎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烏克蘭他運用他的所有的強勢 所以為什麼說 這場戰爭對台灣人很重要 為什麼 從這場戰爭裡面 我們學到了不對稱的戰爭 學到了飛彈的重要 也學到了無人機的重要 還有學到伏擊跟突擊的重要 烏克蘭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 但是你千萬不要小看俄羅斯 你知道俄羅斯只是因為他愛手愛腳 然後俄羅斯只是因為他自己本身太過自大 但是修正過後的俄羅斯 你看他攻打北盾內刺客4的時候 他們是如此的兇猛啊 是我們現在看到其實俄物雙方都在大打這個輿論戰 剛剛瑞德哥有提到嘛 俄軍也特別這個釋放出影片 他們的S-300防空系統飛彈去打無人機 為什麼會這樣 同樣這個S-300可以打飛機可以打什麼的 那我們看到烏軍他們有成功攔截 俄軍的巡翼飛彈 這才有他的這個價值嘛 那你去打這個無人機 為什麼也太浪費了吧 你這個是不符合作戰效益 你打無人機你用短程就行了 至少要打戰機啦 無人機 對 無人機一定是低空 不可能是高空的嘛 哪有高空無人機 去年十二月開始到今年 你知道他已經幾次這種危險行動了嗎 他已經這樣子軍機騷擾六十次了 其中有二十四次 是屬於這樣的危險行動 這一次是近距離比中止 他大概常常迫近到六公尺到三十公尺 在那種高空這麼近的距離 那個高速之下一不小心 就可能是墜機的耶